方生的开示后发给秘书处 秘书处请示师傅 师傅验证后说是涂菜的开示 同行们觉得这些开示非常好 师傅我能在这里分享一下吗 嗯 你讲吧 当然师傅 官司应涂菜开示 方生是大功德 是财物是法 或是无畏不是罪权的 而且是贝业最小的 你给别人一条生路 也是给自己留下 活路 而且是宵夜 去业障的一大法宝 约世人多就刀下之生灵 功德最大 既定够方生 用好这一法宝 延年益寿 财物路巨德 法体充满 南京佛的白石 方生乃是心灵法 的一大法宝 是起敌人 开启善的本性 寻求解除 去除业障 救众生与苦难 帮他们一朝活路啊 众生将死 有人放生 救他一命 他来世也会以最大的善行 回报方生的人 这是善缘得善果 这是种下了善的种 也是佛的种 所以方生能够立一切众生 立即对他是善业之根本 身体天佳要多放生 去并连连 求财的人多放生 会得利益 经常放生 会带给方生的人 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 生大病了 要方生许大愿 许下去三分之一 方生过程三分之一 方生完 调养修心养性三分之一 比吃药效果更有念 再加上念经文组合 效果更佳 太岁方的开始 今年多灾多难 宜多放生 终生有三六九节的 要多放生 三太岁要多放生 方生消贷免难 保平安健康 风雄化节 确实是一大法宝 是大善也是妙法 官帝方的开始 放生是保护身体 平安的大法宝 化一切节 又是善与 激功美德 消业上弃灾 劝众生有机会多放生 就更多的众生 免遭食之果腹 奸杂争赌之苦 你做的是大功德 大功德之人有好报 保你2020年 一切平安 周创伯达开始 方生能给人带来大利益 财苦路俱德 还去除病难 这是大好事 还能去除你的叛念之夜 多好啊 行善之人必有好报 这就是因果 你中了善的因 就得善的罗 官兵佛达开始 我经常记录 行善之人 做的功德 方生为之首 因为是财不实 法不实 无畏不实 都得的功德 没有比他更殊胜的了 你放生越多 心越善 离本性越近 再加上念经 得智慧之妙法 学佛念经之人 不可缺的善事 激功佛达开始 趁人莫杀生 杀生中有报 金事不报 来世也报 看世人有瞎眼 腿脚断合者 不是金事 就是往事报 贪得口中贪 众生肚中念 身心脾 留在府中闹 闹得宅骨安 魂魄两股犬 夫妻瞪眼 子孙闹 善恶中有报 贪三肃 肚底安 七贤子孝 保平安 同修 孟敬问 南京菩萨 师父 讲过您得 对人治病 非常灵验 您给广大 所有开始一下 所有遇到身体不好时 怎样求您 您就可以妙手 回春 对佛有治病呢 南京菩萨开始 既然是佛有治病 那都是学佛之人 每个人情况不同 菩萨不动精度 但你们首先 得有慈心 善念 任天修行 你菩萨 接上气场 让菩萨感受到 众生的怨力和信念 是否在内心里忏悔 你已经运用四大法果 开悟 有智慧了吗 消业障了吗 你只求菩萨救你 但没有认识 忏悔自己所做的 恶和结下的因果 那就不灵 诚信志念 真正行在菩提道上 就是修行时间短 求到我 我也救 看你发心了 多读你师父的白话 所法 开智慧 就知道怎么求了 关键看你怎么做的了 师父 我分享完了 菩萨大师父 很好啊 菩萨都是告诉我们 人要行善 很多的恶 就是因为你过去的恶 才来感应的 你如果过去做了很多的恶 你说你想有善 这么可能吗 中瓜得瓜 中豆得豆呀 一切都是因缘所为呀 所以希望你们要好好的 多行善 多听菩萨的话呀 明白吗 嗯 嗯 这是 答案是什么还是